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到新店的文山農場 那其實每年的四月跟五月 是賞銀的季節 今天我們除了賞銀之外 文山農場它其實是一座茶園的農場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去裡面逛逛 體驗茶文化 順便了解一下 平常日常生活中 我們看到的茶都是從哪裡來的 好啊 怎麼樣期待嗎 超期待 那我們趕快進去 走 走 GO 一 二 三 一 二 四 手要張開 好 文山農場好茶 讚 我覺得這邊是很適合情侶來 真的喔 像那樣三三片拍拍照 我賣我的感覺超讚 我是覺得情侶來這邊 有助於感情的升溫 你覺得呢 有啊 我們手都牽那麼緊 不是 平常也有在牽好不好 體驗完茶文化 就是要來這邊喝他們的冷泡茶 它是甜甜的 好喝耶 那邊是賞銀區 我們等一下晚上就要到那邊去 但現在離天黑還有一段時間 我們就在這邊享受一下 森林的新鮮空氣 我們終於等到天黑了 我一直在上面 好漂亮喔 很多啊 超多的 你知道四五月是賞銀集 嗯 心本有超過五十個賞銀區 喔真的喔 然後賞銀的時候要記得 不要喧嘩 不要捕捉 不要直接來替光直射他們 以及沒有光害的散布一美有原則 喔原來是這樣 可是如果真的要帶你手邊的頭髮 記得要拿紅色的玻璃子到它照住 這樣才不會感到他們 喔才不會影響到他們發光 對 然後絕對不可以亂踩它草地跟枯葉去 因為螢火蟲會在那邊燦爛 如果這樣一腳踩下去 可能就隨便踩到五十顆 你真的偷看很多耶 為什麼你會知道這麼多 偷看東港 其實今天啊 是我第一次這麼近距離 看到這麼多螢火蟲耶 是喔 你呢 我也是第一次 真的覺得超漂亮的 超級壯觀 而且大家如果想要在山林裡面 在這個蟲鳴鳥叫間 享受自然的美景的話 真的推薦大家可以來這個 文山農場 那如果你們覺得 賞銀時間太晚的話 還可以直接在這邊露營 就可以體驗更多園區的行程喔 那我們今天 文山農場的小Dating介紹就到這邊 拜拜 拜拜